我们先来了解第一队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和他在一起一年多了 刚开始的时候觉得他很矜持 单纯一点挺好的 我的性格一直是这样 他最开始也就是喜欢我的单纯 可是为什么后来就变了呢 我们性格差异太大了 他就像一个活在古代的人 不准我跟任何人有接触 而且现在我们已经不在一个城市了 我觉得现在还是早点分开了 我也很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主动选择和我异定 他是我初恋 他还吻过我 他就应该对我负责 我是不会同意分手的 这个男生说他像活在古代 女生的最后一句宣言 确实有这个意思 你是我的初恋 你就要对我负责 一辈子 来 请出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一二三岁来自唐山 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张 同一二三岁来自邯郸 也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同学吗 同学 大学同学 大三才认识到我们 前面两年怎么就荒废了呢 我妈从小就告诉我 不要那么早谈男朋友 然后我也没有想过 就是大三的时候 我在图书馆学习 然后她坐我旁边正好 然后她就 后来就认识了 好可爱 然后呢 她先追着我 我不知道当时她怎么知道 就是我喜欢周杰伦的 然后她就说 她也是周杰伦的粉丝 后来我就挺关注她的 你怎么知道 人家喜欢周杰伦的 就是当时见着她的时候 然后挺喜欢她的 就默默地关注她 就一见钟情那种是吗 算是吧 然后看起来 挺喜欢周杰伦 就是很多东西 都是用周杰伦的 然后我就 恶补了一些周杰伦的东西 然后她看着我 这个挺用心的 然后就慢慢地接受了我 你为什么说 像活在古代的人呢 她这个人吧 就是说思想太保守 而且保守得有点过分了 男女出对象 谈个恋爱 然后你说拉拉手 接个吻 都挺正常的事 然后在她看来 就是特别特别严重 拉没拉 拉过了 但是这是一个 挺让我伤心的一个故事 那天就是我们 百天纪念的时候 百天 你别用这一盘 百天纪念日 好好好 百天纪念日的时候 在他们塑尔楼门口 我给她又掰满了 那个蜡烛 然后掰满了花瓣 旁边那么多的人看着我们 然后我感觉 这多幸福啊 多好啊 我就冲上去 我就借着这个劲 我就吻了她 但是她甩手就给我一个大嘴巴 然后还说我臭流氓 当时咱们俩在一起才一百天 三个月的时间 然后当时那么多人看着 然后她上来就亲我一下 我当时就特别不能接受 我就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打我 人家觉得认识时间还不够长 对啊 才三个月 你说关于这事 你说过去也都过去了 她感觉认识时间不长就不长了 你说但是呢 你说她对我身边的一性朋友 也是就是那么过分 怎么过分呢 就是有一次我们班举行一次 那个私名牌的一个游戏 然后在操场上 我正玩得热火超天的 挺好玩的都 然后她可好 过去以后把我拽开了 拽开以后 指着我旁边的女生 都开始骂人家 不要脸 那我当时为什么骂她 你们当时那么多人玩游戏 男男女的 玩什么游戏 需要你在后面抱着她 然后撕名牌 我当时看见 我就特别看不过去 过去我就把她拽走了 然后后来她因为这事 还跟我吵架 不是 那你也不能骂人家吧 你想过你骂的那些词 人家是个女生 说的特难听是吗 就是稍微有点难听 她就是接受不了 我跟异性走得有点过劲 你那是走得有点过劲吗 行 这事过吧 怎么了 她要分手是吧 你不同意是吗 她现在要跟我分手 我现在坚决不同意 她跟我分手 因为她是我第一个男朋友 她是我初恋 而且她都吻过我了 她就应该对我负责 然后她现在说出 这么不负责任的话 对 你都吻了人家 你要对人负责 我不是不对人负责 你说她吧 现在我们俩感情 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了 就是我们俩性格 现在差异特别大 然后我感觉 已经没有必要再往下走了 我觉得咱俩一直都挺好的 在一起也挺开心的呀 为什么非要分手呢 有什么矛盾 咱俩不能自己解决吗 对 对 你把这话说开 为什么跟人分手 就是除了对我的异性朋友 对我的同样朋友 他也不让我跟他们走近点 然后每天就是管着我 就让我们社友 恰巧碰见在校园里 然后说回去走打麻将去 你说他怎么说 上学打麻将 就是一种娱乐的方式 他就是爱打麻将 跟他们宿舍的 那天也就是 就是我们俩刚吃完饭 散步了 溜的呢 挺好的 还聊着天 然后他宿舍的人就过来了 上来就围着他就说 走啊 回去打麻将去 然后他当时也不说话 也不吭声 那我肯定不能让他回去 我说不行 我们俩还没玩够呢 然后回头他就因为这件事 他觉得我给他掉面子了 那确实是 那是我的朋友 我们社友 也在一起住了三四年了 你知道我也有我自己的生活 那你那么早回宿舍干嘛呀 我就是想让他每天多陪我一会儿 马上毕业了 毕业以后哪有时间 就是天天在一起啊 然后我就是想跟他多待一会儿 我想让他多陪我一会儿 但是就因为这么点事 就三天两头跟我吵架 我就感觉他管我管的太多了 我就是拿手机 然后聊天呢 跟谁聊 跟我以前的一个朋友 那就是他前女友 那你说清楚啊 你这孩子 就是简单地聊到那儿了 也没有说别的什么 就是有一次我生病 然后他给我煮了一个蜂蜜雪里水 然后就是一锅 我觉得还挺幸福的 然后拍一张照片 还晒了晒朋友圈 然后他后来呢 我看他把这个照片 就发给另外一个女生了 然后后面还说了一句 离开你我学会的照顾人 这肯定是他前女友吧 然后我上去就把他手机夺过来 抢过来手机以后 看见他前女友 又紧接着跟他说 希望我们俩早点分开 希望我早点离开他 那你前女友有什么意思呀 这么说 人家就是聊天聊到那儿了 也没有说什么别的 你也都看见了 我就是说发个照片 感觉跟人分开以后 我说我也就是出了个新的女朋友 也挺好的 跟人秀一下恩爱 你说你老爸问题想的这么严重 他老是爱追究这些事 就追究我跟我的异性朋友 同性朋友 上次我们班要出去玩一玩 可是他就死活不让我去 对呀 他们以前男男女女的 还晚上夜不归宿 那我怎么能放心他呀 我必须得跟着他去 他要不带我 我就不让他去 带你去了吗 带了 最后带了 那不就没事了吗 带他去了 他到那儿闹得特别凶 就是玩个真一话大冒险嘛 然后我输了 输了以后就是说 让我拥吻他一首歌的时间 我觉得这尺度太大了 我根本接受不了 然后呢 你做了什么姑娘 然后我就跑了 跑了 你跑之前做什么了 他跑之前 他把我周围的朋友全骂了 说他们玩一些不入流的游戏 我就只能安抚我朋友 我说你们先玩 然后我出去解释一下 出去解释 我都找不着人了 然后打他手机 他也关机 去哪了 我第二天才知道他回宿舍了 是啊 我当时是回宿舍 你第二天看见我 你也不先安慰我一下 上来又开始怪我 那我当时就跟你说了 我不想跟他们玩这种 这么无聊的游戏 你非要拉着我玩 最后闹成这样 然后你又怪我 不是你知道我那天晚上 我们找得多着急吗 我们全班人 谁也没玩好 都去找他了 有脾气 你也不能这么乱发呀 我就感觉他对女生 就是过于关注 总是有一些这种行为 让我接受不了 就是比如说 他就喜欢看那什么硬客 就是美女主播那种 然后还花钱给人买小礼物 我觉得这样太肤浅了吧 你给他们买什么礼物 你认识他们吧 对给你买就对了 对吧 对啊 就应该这样 你这臭小子 你看 那些就是一些娱乐节目 我感觉挺有意思的 然后看了我也挺开心的 就花点钱 其实也没什么 但是在他看来 这些都是天大的事 我感觉我们俩现在 就是性格上 已经差异特别大了 可能最早看上他 是不是也因为他挺单纯的 对当时单纯点 我感觉也挺好的 没想到单纯之后 就是感觉他太过了 我感觉现在 那现在怎么了 就是我跟他说过 他也改变不了 我也没法再融入他了 我就感觉现在已经异地了 怎么叫已经异地了呢 就是当初是说好了 要去北京就一起找工作 但是我们家突然说在唐山 给我找好工作了 我就回去了 我今天来就是想接着 就是已经异地了嘛 然后感情也不像以前那么好了 就分开吧 不行 我坚决不同意 人都要跟你分了 你干嘛还非要跟他在一起啊 那他都亲过我了 怎么能跟我分手呢 你看他还是这样 只是亲了一下啊 就是百年纪念日那时候 还是那一次 就是还被打了一耳光那一次 是吧 那他亲过我就得对我负责呀 他要不对你负责怎么办呢 那我就不跟他分手 你就不跟他分呢 哎呀 你家里几个孩子呀 就一个 就从小我妈自己带我 也挺不容易的 爸爸呢 就早就和我妈妈分开了 母亲是不是特别呵护你 对 我妈从小就告诉我 就是对男生要保持距离 女生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 要矜持是吧 对 那就是因为他亲你 不是因为你喜欢他是吗 我也喜欢他 他是我第一个男朋友 而且是我初恋 我们俩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挺好的 我感觉就是 我们俩竟然选择在一起 我也是鼓着挺大勇气的 你如果有什么问题 咱俩不能解决吗 为什么非要说分手呢 我通过一段时间去改变你 我也通过一段时间去 我想着要融合你 但是我发现 已经 已经没有希望了 非跟他是吧 嗯 让三位老师帮你啊 他们要帮不成你怎么办啊 那你帮帮我呗 我没戏 孩子太可爱了 来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妈妈去哪了 妈妈现在在北京 没有 我觉得妈妈附体了 就在你身上 你所说的话 包括你的很多观点和习惯 都是你妈妈慢慢给你的教育 妈妈从小把你抚养大不容易 尤其那么早就离婚 所以妈妈就告诉你说 女儿 要和男人保持距离 不要像妈妈一样 再次受到伤害 这是妈妈母爱的传递 但也恰恰是这样的传递呢 从小里面你过多的受到这样的教育 所以 你对男生的这种尺度和把握 和别人不太一样 妈妈对你的爱 造就你今天 但是我看到的是 你自己也在拒绝成长 就一直还活在妈妈的那个恐惧里面 你今天要学会 以一个承认的角度来审视 我和别人之间的差距是什么 要慢慢找回自己 在面对异性的态度层面上 在不同的年代 不同的身份和不同的角度 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你要理解妈妈对你的教育更多是一种 对你的爱 但是不要把妈妈那种爱 作为一种武器 最后把自己给禁锢了 成长吧 好 谢谢 谢谢余老师 你喜欢什么样的难受 喜欢对我好的 还有呢 没有了 对你好就行吗 有可能是坏人 或者心怀不轨的人 也可以对你好 对你好 你就觉得他不会伤害你吗 看一个男孩 一定要是看上他的某些性格或者特质 他身上有什么新的地儿 除了对你好以外 我觉得我们俩性格也挺合的 怎么可能呢 他喜欢去上很多的直播 那些APP去跟人家沟通 他喜欢跟异性玩一些 可能比较亲密的游戏 他可以跟很多的朋友们 在一起去玩玩闹闹 你认可吗 你不认可 你要管着他 就像性格能一样吗 女孩 对你好 只是表象 关键要爱上一个人的话 一定爱上这个人本身 而且我觉得 我很欣赏你的保守 我很喜欢你的单纯 很多男孩都会喜欢你这样的 所以女孩别太有思想包袱 你要做到的就是学习怎么去恋爱 男孩 如果他真不是你爱的那个人 就可以走开 没有人怪你 况且你也没有对他进行什么伤害 你可以走开 明确地跟他说 好吗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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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总 你的妈妈告诉你 女人要矜持 这个男孩子 他亲了你一下 情之所知 被你打了一巴掌 但他并没有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他始终是尊重你 如果说他亲了你一口 你就一定要嫁给他 那如果有哪天一个坏男人 伪装成一个好男人接近你 按你所说的 只要对我好就好 我每天给你送鲜花 端衣送饭陪你玩 然后他在始乱中期 你就不活了 如果明明知道他是一个坏人 你宁愿把这一辈子都搭上 跟这个禽兽在一起吗 所以说回去告诉你的母亲 所谓的品性高洁 是内心生活要阳光 同时要站在别人的角度 考虑问题 好不好 保持自己的内心的矜持 并不是外表上的 而是思想上和品性上 好不好 不爱就放过他 如果真爱就体谅 谢谢老师 听懂了吗 听懂了 可能我的有一些关键是错的 然后老师说了以后会改 就是希望他别离开我 我尽量改以后 不是以前的样子 你今天后悔 他当初在那么多的同学面前 那么浪漫的一个场景下 亲你你打他那个举动吗 后悔 好 麻烦你帮我把这件事 逆转回来 你转啊 来 回来吧 你哭什么呀 你要走你哭什么呀 刚才老师突然说的 然后仔细想了想 希望他真的能够明白 然后为我们俩之间的感情 我也感到挺惯惜的 你讨厌 你要那么难受 干嘛非要分呢 挺好的女生 我感觉我们俩真的挺不合适的 他要改了呢 他要变了呢 其实不就四个字吗 不解风情吗 他要解了风情呢 但是我不是强制让你去 一定要跟他好 要走就走得坚决 别再拖泥带水 听见没 对 我今天就是要分手了 你难受了是吗 为什么 他刚说要分手了 有些东西过去就过去了 女生矜持是需要的 不那么开放也是需要的 不胡来 OK了 你现在有很多事做得太急脆了 太过分了的意思 比如说 他不喜欢你了 你不是说你不能不能走 而是说 我爱着你 如果你不爱我 你可以走 还会有人在爱你 他不欣赏你 不代表你不好 知道吗 姑娘 成长 长大很重要 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 刚才老师说的挺多的话 我希望能够听进去 既然咱俩已经感情不在了 那就分开吧 我觉得咱俩一直都挺好的 之前没发生什么过大事 我希望真的能够懂我 我想要的生活不是这样的 有什么问题 咱俩不能一起克服吗 刚才听了老师的话 我也知道是我不对 我知道是 可能我有一些观念上的问题 我以后会改的 放弃吧 回不去了 什么都回不去了 我就是 希望你别离开我 其他什么都可以 希望以后能找一个 适合你的人 我也会找一个适合我的人 其实看着挺心酸的 两个特别可爱的孩子 来 同学 握个手 说再见 去吧 回去吧 回去吧 就这种是看着最难受 来 请关门 很单纯的一个女生 不会去爱 一个不成熟的男人 又无法欣赏这一切 但是我想这种男受 大概是人生经历当中的一个必然的过程 我觉得至少男生是成长 女生到底有没有成长 我们要看看他们最后的选择是怎样 住手 你给我住手 你为什么回来啊 我发现他真心的想要改过 我希望今天能留住他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啊 万一跟他谈恋爱失败了 不一定非嫁给他吧 得嫁给他啊 如果你发现这臭小子 有一堆的臭毛病 还嫁他吗 嫁 姑娘请记住 爱情 生活 所有的事情 都应该允许自己有成功有失败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小Z 你要用你所有的爱 去暖另外一颗心 那个付出是很大的 你愿意为他付出吗 我愿意 那我们一起来见证一场 新爱情的开始吧 各位请见证 以后请你嫁给我 他们喊亲一个 这个倒是可以亲一个 要保持一杯 实际礼物送给你啊 要允许有失败哦 如果发现了这个坏小子的话 你会 放开 对了 回吧 谢谢 谢谢 谢谢